大风车 华俊老师 您说世界上有没有妖怪 当然没有 小龙爸爸 我听见家里有咳嗽声 家里出现了咳嗽声 晚上我们到家里去侦查一下 我们来看妖怪 妖怪最有可能出现在那个屋里 那也有危险 我害怕 别怕 有妖怪我们先把他打跑 哪有妖怪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你的好朋友 快乐 小子俩 儿子的头 大手而小 爸爸的头 小手而很大 大手见小手 走了不怕花 走呀走呀 走呀走呀 走走走走 转眼儿子就长大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没放在一起 时间不够花 儿子的聪明 忍忍爱 爸爸的能感 忍忍怕 妈妈带围裙 拖拖一把装 花钱小意 老头爷爷 多亲 多爱的一家 多亲 多爱的一家 多亲 多爱的一家 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 好 那个黑熊怪哥真厉害 用嘴一吹 袈裟就飘走了 大人们说你都把牛吹上天了 所以吹牛是不是把牛吹跑了 那不一样 吹牛是把牛吹上天 这个是把袈裟吹走 会不会我们的东西也被妖怪吹走了 他说可能会被风吹走 不会被妖怪吹走 不会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妖怪 都是人瞎编的 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妖怪的 那你见过妖怪吗 见过 我家里有只三条腿的蛤蟆 我爸爸说是求财的 是我的 能让我妈妈跑吗 不是 就摆在茶盘上 那也不是真的 我觉得有 我老都说过 晚上不睡觉 老妖怪就会来抓小孩 就是有妖怪 没有 没有 小牛们 有什么 挖军老师 您说世界上有没有妖怪 没有 看 就是没有 您刚才讲的都是骗我们的 您不是说骗人不是好孩子吗 是啊 不过真的是有这个故事 那就是有妖怪了 小朋友们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留的作业 小朋友们 老师 希望你们今天回去都要问问爸爸妈妈 那下周谁是回答最好的小朋友 就会获得真理小明星荣誉 可以在我们的表扬墙上挂一周的时间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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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猫爸爸 您说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妖怪 当然没有了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有 有那么一句话 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没有亲眼见过 就不能确定它存在 就算亲眼见过了 也不能确定它存在 怎么才能确定 抓一个 什么时候 有人抓着一个活生生的妖怪 我们就能证明 没有妖怪了 抓住了还不确定 就算抓着一个怪物 科学家一研究 顶多了 这是一个没有发现过的新物种 就比如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人传说 有一种妖怪 长得像老鹰 可是还有一张人脸 老鹰 老鹰还长着人脸 那还不是妖怪吗 后来还真抓住了 原来是一种新发现的物种 新的鸟类 猫头鹰 猫头鹰也算是妖怪 你现在知道它是猫头鹰 当然就不能算是妖怪了 可是那会儿人们没见过 越穿越神 那就以为是妖怪了 那修技里的妖怪呢 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 没意思 原来都不存在 老头爷爷 爸 您回来吧 回来了 老头爷爷 您拿的是什么 没什么 爸爸 老头爷爷 我都在家了 你们这么进来了 爸 您又买烟去了是不是 不是 我没卖 今天下午我跟老爷下棋 我连赢他三盘 这是他输给我的 您还参与赌博 没有 就我们俩 开个小玩笑 这跟赌博可没关系 老头爷爷 这烟您是准备自己抽吧 那当然了 大头 我跟你说 你看 这烟我已经拿回来了 要是不抽呢 那可就浪费了 爸 我得抽 我都劝您多少回了 您就是改不了 这抽烟对身体没好处 能引发很多呼吸道的疾病 什么慢性支气管炎 什么哮喘 肺炎 行行行 你放心 我心里有准 我保证抽完这条就不抽了 行吗 行行行 可不许再买了 我绝对不买 走 等抽的差不多了 我再找老维下去迎他去 棉花糖今天表现真好 直到主都收的衣服了 真是越大越等事 那玩具不用收 妈妈 不收拾的话 会被妖怪吹走的 什么妖怪 西游记里的黑熊怪 他看别人的衣服好看 就吹走自己穿 西游记 那是神话故事 不是真的 那妖怪呢 这世界上没有妖怪 明白了 怎么又都摊出来了 没有妖怪 我们的衣服就不会被吹走了 我说啊 这得累成什么样啊 躺下就着了 躺着跟个美少女似的 打起呼来 跟个猛张飞似 谁啊 小头爸爸 我听见家里有咳嗽声 咳嗽声 你没听见啊 有 您听 有这呼噜声 你还能听见什么呀 给我出来听 给我出来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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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哈哈哈 你们两个不好好睡觉 你跑我屋闷口干什么来啊 老头爷爷 您听见咳嗽声了吗 没有啊 那还能是谁呀 您是不是咳嗽了呀 没有 我这不是刷牙洗脸 回来就要睡觉了 谁知道你们俩趴我门口干嘛呢 那您睡吧 我们也上楼了 小明 小豪 花群老师已经走了 你小点烧 就是 要是花群老师突然进了又该挨说了 要是你们挨说是第一次 要是我挨说才叫又挨说呢 我怎么觉得问老挨说呢 回答问题挨说 问妖怪也挨说 对了 对了 你们回家问妖怪的事了吗 不但问了 我们家还出了 真的吗 出现妖怪 没出妖怪就是有怪事 什么怪事 我们家里出现咳嗽声 我和小兔爸爸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原因 我觉得肯定是你爷爷 不是爷爷 他在喝水呢 是委屈妈妈吗 不是 是个男的声音 我觉得肯定是小兔爸爸 嘟嘟 小兔爸爸在我旁边 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 晚上我们到你家里去侦查一下 好玩 去大头家破案咯 肚子疼 怎么就你站着呢 你看其他小朋友都躺得好好的 又挨说了 快躺下 来喽 小朋友们吃水果喽 来 这都怎么了 我们在听妖怪的咳嗽声 什么妖怪 昨天您家不是出现了奇怪的咳嗽声吗 我们怀疑是妖怪 谁 谁告诉你们我们家有妖怪的呀 大头说的 所以我们来帮大头捉住妖怪 嗨 我们家哪来的妖怪呀 是我和小头爸爸听见的 对呀 小头叔叔呢 小头叔叔在爷爷屋呢 爸 您这干嘛呢 我渴 您说实话 昨天是不是您咳嗽 不是不是 我我没咳嗽 这个给您 这好嘞 那不要 我不咳嗽我要她干嘛 爸 您抽烟 嗓子干 嗓子干 就咳嗽了 您不喝了 拿走 我不咳嗽我用不着 我 给您搁床头棍上了啊 您现在用不着 没准以后就用上了 你放着呗 一人一个 好 哎呀 这么多小朋友来找大头玩啊 不光玩 还带着任务呢 是什么任务啊 我们听说说您家里有妖怪 对呀 我们来看妖怪 对 我们是来帮您捉妖怪的 我害怕 别怕 我们大家都在那 有妖怪 我们先把他打跑 对吧 小朋友们 昨天啊 经过我和大头的侦查 发现妖怪最有可能 出现在那个屋里 我刚才进去看 暂时还没有出现 不过一会儿 很有可能就出现了 那爷爷有危险 我们去救爷爷吧 对 等会儿 等会儿 救爷爷要有武器 大头 上武器 好嘞 你们等一下我 一会儿 你们拿着武器 悄悄地守在爷爷的门口 一听到妖怪咳嗽 你们就冲进去 把妖怪打个片架不留 好不好 好 我来了 好 哪妖怪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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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妖怪 是不是妖怪附体了 还是变成小虫了 哪有这小虫 打妖怪 哪有妖怪 哪有妖怪 我们在抓您屋里咳嗽的妖怪 爷爷 你跟我爸喝的止咳汤酱一样 他说是抽烟咳嗽和这个最管用的 不是 你们 我的脑里 你们别找了 刚才是我咳嗽的 您终于承认了吧 原来咳嗽的是爷爷 真没见 大头 不是说咳嗽的不是爷爷吗 对 爷爷 你骗人 好孩子不说谎 这回让小朋友们抓住了吧 刚才问您 您还说不是 原来妖怪是爷爷 我们白忙活了 快去回家吧 白忙活了 什么 你家也出现了咳嗽声 那一定是你爷爷咳嗽的 不 爷爷不和他们住在一起 那一定是你家阿姨 不是 昨天阿姨请假了 晚上就我和我妈妈再见 不和你家阿姨 不和你家阿姨 怎么样 梅花糖 帮大头他们抓住妖怪了吗 没意思 抓住了爷爷 为什么抓住了爷爷 因为爷爷抽烟又咳嗽 怕阿姨说就撒谎了 是吗 撒谎可不对 老头爷爷来了 看来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没人 这谁咳嗽 爷爷咳嗽 咱们家哪有爷爷 你爷爷在老家 阿姆 这是什么声音 我害怕 别害怕 咱们回屋睡觉去 咱们把门都锁好了 就不害怕了 来 快 鱼花 听说你们家也出现咳嗽声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把我爸爸带来 帮我们一起打妖怪 好 请进 欢迎 打妖怪 云朵阿姨 您这里还有薯片渣子没打扫干净 哪儿来的薯片渣子 不是我弄的 我都放垃圾箱了 这 云朵阿姨 您转还有苹果壶呢 这 小周 今儿扫地了吗 我扫了 那怎么还有这个东西 云朵阿姨 哪有需要打扫啊 没有没有 只是我渴了 瞧我 关锅瞎忙了 你们坐 我给你们窃水火去 好 孩子们先坐下 小周爸爸 小周爸爸 这么半天也没有咳嗽说怎么找啊 是啊 我发现个浑身是刺的大老鼠跑到厨房去了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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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上次以世界上没有妖怪为主题的真理小明星活动 我们有两位小朋友获得了优秀奖 那就是大头和棉花糖 他们两个将在荣誉墙上展示一周的时间 让我们大家鼓掌为他们祝贺一下好吗 大头不仅解决了问题 而且他还抓到了妖怪 不是妖怪 不是妖怪 我抓住的是我爷爷 虽然你没有抓住妖怪 但是你和小朋友们一起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证明了世界上没有妖怪 同样 我们的棉花糖也很棒 因为小区要挖钩修电缆 不小心挖到了一只小刺猬的家里 这只小刺猬跑到了棉花糖的家中 最后我们在大家的帮助下抓到了小刺猬 而且还解开了咳嗽事件的真相 大头 举手干什么呢 花族老师 我想知道为什么小刺猬会学人咳嗽呢 大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小刺猬其实是不会学人咳嗽的 是因为他吃了咸的东西 刺激了小刺猬的食道粘膜 所以他就咳嗽了 他咳嗽肯定是因为吃了棉花糖加地上的薯片 小萌说的对 真是个爱动脑筋的好孩子 我们和小动物是好朋友 所以我们要保护生态的平衡 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活动就是 听从有关部门的安排 让小动物回归大自然 你们带来了要放生的小动物了吗 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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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了小乌龟 我要把小刺猬放生 我也带来了 我要把他们放到自己生长的地方 你带来了什么 这是我爸爸买回来准备吃的小龙虾 真好 小朋友们 你们都很棒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你的好朋友快乐和思量 儿子的头大手而小 爸爸的头小手而大 大手见小手走路不发花 走呀走呀走呀走走走走转眼 儿子就长大 大阁 不碍事 他一会儿就好 你瞧瞧你 自己吃饱了喝足了 撑得净大阁 快说 咱们 智啊 弯腰喝水法 憋住了 别呼吸 惊吓法 你往那边坐 你往那边坐